卢宅老街的居民以卢氏族人居多 至今这里仍然住着数以千户 人丁过万的卢氏后裔 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冬至这一天 举行仪式祭拜先祖 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 卢氏先祖卢元甫带领族人 由河北卓郡迁居东阳雅西 初来乍到生活并不容易 由于山多地少 族人只能选择在偏僻的山脚下居住 当时银河一带早有藤士和氏等望足定军 一次何家请来戏班 乡邻纷纷赶来错热闹 卢家小孩也跑到戏台前西道 一时间场面变得十分拥挤 看到这种情况何家人很不高兴 他们抱怨到自己出钱请人唱戏 却只能坐在后排 他们这个战争 你们小孩子 你们怎么都跑到我们这里来看 他们把我们那个几个太公 那个当时那个太公的小子 那辣辣吃吃的小子赶得出来了 回到家后 孩子们便在长辈面前哭诉 族中几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听说后非常愤怒 决定去合家理论 就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 被卢家的长辈拦下 狠狠训斥了一番 长辈的就叫他们 这不要去保护别人 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 我们自己经过辛苦 努力拉拢出来的 才是我们自己的 就是住人的本分嘛 对吧 住人就是要这样子 长辈们的教诲 让年轻人明白了道理 事后 卢家子孙发愤图强 不仅家业变得十分殷实 族人也越来越多 一次他们也请来戏班 唱戏前 卢家人定下规矩 自家人不准抢坐前排 要把最好的位置 让给湘林 卢家的做法 赢得了湘林的冲赞 何家人也自残行贿 几年后 他们便搬离了这里 家风不可不传 家训不可不计 卢氏族人把先祖的教诲 写进族谱 数百年来 世代相传 这个家族里面 最深刻的 有这么几条 就是养德器 端心树 树威仪 就是我们每个人 子孙后代 应该修身养仙 端正心树 祖人要正派 走正大 一个归族的 靠着良好的 家风团承 卢家日益兴盛 明朝初年 他们营造了 规模宏大的家族宅院 还购买了商铺 经营 粮油 米面和生活用品 以卢宅为中心的老街 逐渐成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